今年第11號颱風 軒嵐諾維持強海等級 氣象局也把路徑再往西修正 發佈海景的機率也增加 另外還有一個熱帶性低氣壓 也可能會在今天 增強為輕度颱風梅花 不過預估成台之後 它的壽命也不會太長 就會被軒嵐諾給合併 民間氣象團隊也形容 軒嵐諾現在結構很扎實 像個小鋼炮 未來還會再長大長胖 在9月1號到3號 北部的山區基隆北海岸 可能會出現局部的豪雨 沿海也可能會出現實際陣風 衛星雲圖兩個熱帶系統 同步在太平洋較近 其中第11號強台軒嵐諾 還持續在增強當中 路徑比前一天更往西修正 發佈海景的機率增加 它的南邊還有一個 熱帶性低氣壓發展中 最快有可能週三 就會成為第12號颱風梅花 不過氣象局預估 准梅花颱風壽命短 因為不久之後 就會被軒嵐諾合併 氣象專家吳聖宇分析 軒嵐諾和熱帶性低氣壓整合的情況 會逐漸發生 路徑呈現下墜球 會趨向台灣移動的海面 時間大概就落在9月1號到9月2號 預報路徑看起來可能下墜長達400到500公里 這樣的路徑十分少見 目前各國預測大陸認為颱風將V字形北轉 不登陸台灣的機率最大 不過德國模式則預估颱風轉彎後將直撲台灣 路徑還有不確定性 民間氣象團隊也形容 軒嵐諾現在結構扎實 像小鋼炮 未來還會再長大長胖 將為北部東北部帶來較大雨勢 氣象局長 證明點也提醒外圍螺旋雨帶發展起來 表示颱風環流也同步擴大中 兩個熱帶系統未在同一個低壓環流 所以還是會有類似藤原效應互繞的現象 路徑較難預測 未來導引氣流減弱 颱風移動速度慢 對台灣影響也會比較周 記者三周一節一條報導 近日屏東連日午後大雨 傳出啟用不到兩週 耗費了1.7億元的屏東農業物產館 竟然傳出淹水的情況 這積水從三樓的階梯直管一樓 有網友就調侃說 這根本是階梯式小型水力發電 對此屏東縣府也回憶說 積水處是半戶外逃升梯 因為建築設計無法封閉 加上瞬間降雨太大才會積水 不過這下方都設有陷水孔 並沒有致災的一律 午後雷雨來得又快又急 室內排水不及 基層一攤攤小型水池 往旁邊看 積水更是沿著階梯一路往下灌 這裡是才剛啟用不到兩週的 屏東農業物產館 民眾見狀無奈調侃這根本是階梯式小型水力發電廠 沿水當天累積雨量大約27毫米 不過耗資1.7億元全新打造 沒想到大雨一來就淹水 也不免讓人質疑建築設計是否出現問題 強調寄水地方是半戶外逃生梯 加上瞬間降雨排水不及才會有淹水情形 但沒有造成災害相關淹水問題 只是才剛建造好建築就狼狽 積水也難免民眾觀感不佳 記者蘇世偉 評判報導 中秋節馬上要到了 透過郵局快遞寄送月餅 但出了問題 有個黃先生透露 自己日前在彰化買了知名的月餅 24號就寄出了 但到了30號對方都遲遲沒收到 一查才發現郵局有30多名配送人員確診 不過郵局表示 黃先生是以一般包裹來寄送月餅 本來就需要3到5個工作天 中秋節貨物大增 人員又確診 所以才會延誤 目前已經加速配送了 8月30日了 還沒收到 保存期限也可能過去了 真的很無奈 雨夕無奈 因為好不容易買到彰化知名月餅 想要趁中秋節前夕 寄送給親朋好友 沒想到都快一個禮拜了 對方還沒收到 新竹快節股 最近的效率很離譜 黃先生投訴8月14號 在彰化買了8盒知名月餅 8月24號寄出 準備送往新竹 原先以為8月25號 就會完成配送 但到了30號 對方遲遲沒收到 就算收到月餅也可能過期 他質疑新竹郵局效率 是不是出問題 但不是效率問題 而是新竹郵局近期有30多名 物流配送人員確診 導致送貨時程有點塞車 郵局表示黃先生是以一般包裹寄送貨物 本來就需要三到五個工作天 若是使用國內快捷郵件 隔天就能收到貨物 我們新竹郵局確診的同仁是有增加的 他是交際一般的包裹 包裹的那個投地時效 跟快捷不一樣 郵局啟動應變措施 包裹目前都正常投送 強調沒有延誤配送 只是中秋節就快到了 這下吃不到月餅 還是難免有點掃興 記者徐世倩新竹報導 台中的民眾 您在等公車的時候 有注意到公車亭有神秘按鈕嗎 有台北的遊客到台中玩 搭公車發現了公車亭上有一根柱子 上面有類似電梯的按鈕 分別還有數字 覺得很特別 其實這個是後車亭的服務燈 台中市政府為了弱勢族群 建構了無障礙系統 只要按下相對應的公車路線按鈕 等車的時候就不用冒險 跑到路上招手攔公車 公車會自動停靠 民眾都說相當方便 你等公車還在招手嗎 落伍了 台中人只要按下這顆 原型神秘按鈕 後車亭上面小小LED燈 馬上顯示公車路線 通知那個司機的按鈕 常常用啊 很方便啊 就按了之後 我們知道我們要等的車子 大概多久會到 還有Easy一下 不用那麼緊張錯過班次這樣子 跑這路線的公車司機一看到 就會自動靠站停車 這按鈕是什麼 就叫後車停服務燈 類似你我常見的電梯按鈕 找到相對應的公車路線號碼 民眾一鍵按下 省去招手步驟 我按了還是要招手 有時候司機看見沒有人 就是開走了 有外地遊客到台中旅遊搭公車 發現這個神秘按鈕直呼神奇 在台中有136個公車站都能看見 像是弱勢族群 長者 輪椅族等等 這樣也不必冒險跑到路上招手攔車 所以如果看到路線號碼燈亮起 你沒有停 那士同我們就認為你是過站不停 那後續我們會有一些處分 後車服務的按鈕 今年1月上路啟用 使用人數維持在七八萬 下回要是在台中搭公車 不妨試試暗暗看神秘按鈕 記者潘信 吳甫燕 台中報導 這麼久 在台中 增加 店員 增加 貴 店員 增加 增加